三星尾嵌及上午村内的道路 严重破损 车祸频传 居民不断的反应并且计划要进行抗争 一长陈文昌服务处今天邀请相关单位会刊 希望公所及县府能够争取经费进行改善 三星尾嵌以及上午村内的道路 有许多是民国七十几年重划时的道路 因为管线等挖掘修补路面破损严重 影响行车安全 地方怨声载道 不断的反应陈情 并且计划进行抗争 今天议长陈文昌服务处 以及湘民代表会主席陈文昕 邀请了相关单位来会刊 是三星所不早处理的部分 就是我们三星的中卫民族看 刚才早期的中卫 七十几年中卫才来 差不多已经都失败了 也要在这里 很多行政事长和我们这里的船长代表 都一直在说 也有跟荷长顶层前也有来代表的顶层前 所以说这一处 要求公所和管府 要徹底来改善处理 三星乡内破损大陆整修盖估 需要至少上亿元的经费 希望县政府及公所能够提报计划 争取经费全面进行修补 以为行车安全 转向AC路面加风 较买的地方加风就要约多人了 希望这不是公所在警所处理的 我也要求公所可以 向中央 向管府 来申请保障款 来改善我们乡民生命的财产问题 这部分我们每年县政府都有编列预算 也配合中央农友会的部分来执行 但是仅限于就是路面的部分 水沟的部分破损的是在水利会执行的部分 那预算的部分就是说请 我们会在出刊的部分请各个公所 因为是对权限嘛 去补助是对权限 所以请各个公所在实现内提出需求 然后我们会排定出刊这样子 亦然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这有一定爱补了 我看你